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集了为您请到的是与我关系最亲密 朝夕跟我相处在一起的就是我的老公Michael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宅在家 我知道他对疫情他心中是有很多的感触的 所以呢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 哈喽老公你好 嗨小妹好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Lee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 我的疫情当中的心情 我知道你已经等很久了 终于到你了 请你来赶快畅所欲言吧 首先我觉得这次的疫情传播的太快了 但是福音传播的太慢了 短短的几个月全世界就笼罩在这个疫情当中 以及在病毒的威胁当中 但是福音已经出来两千年了 可是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呢 还在同样的活在罪跟恐惧当中呢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啊 是我知道你其实真的对传福音一直都很有负担很有热忱 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很一个强烈对比哈 真的是很发人深省 福音已经两千年了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传遍世界各地 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加油了哈 那这一次在疫情当中我觉得好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且是全人类全球每个国家都一起来跟这个病毒的征战 那我就在想到征战 其实圣经上讲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一个属于的征战当中嘛 是 其实 在战场上 看得见的敌人并不可怕 看不见的敌人才可怕 在抗疫的战争当中 我们看到两种敌人 一种是病毒 一种是仇敌 魔鬼 所以我们为了要防范我们的身体 保护我们的生命 我们会戴起防护的口罩 但是我们有没有同样为了保护我们的身性灵 我们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呢 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知道 你要不要读一下圣经上的话 好的 那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 所以要站稳了 所以神要我们做基督的精兵 不但要每天检查自己的装备是不是齐全 而且要积极地来传播福音 用神的话来帮助安慰周围有需要的人 阿们 那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我觉得一个最普遍的一个情绪就是害怕 我们最怕听见的字就是确诊 因为确诊可能就会带来死亡或者是受苦 那我觉得对于这样子心中充满恐惧的人 你有没有什么从神而来的话可以来安慰他们 首先我想病毒虽然可怕但是罪恶更可怕 确诊与死亡虽然可怕但是最后的审判才是更可怕的 因为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 这段话我们可以再来讲清楚一点 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就好像是病毒嘛 病毒可以杀身体但是不能杀我们的灵魂 所以圣经上说不要怕 说不要怕他 那什么样的要害怕呢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 那就是赦我们生命气息 还有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都要面对的审判的主啊 所以我们真的要害怕的对象是这一位神 他才是我们敬畏的对象 但是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个 好像是抗罪的疫苗对不对 抗罪的疫苗就是耶稣的宝血 老早在两千年前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所以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也要把这个道理 这个福音要传出去 在疫情当中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能够去帮助周围担心害怕的人 我们也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 让他们心中有平安 也有永生的确据 那是一个最应该有的行动 也是最蒙福的一个行动了 阿们 我觉得Michael今天呢 提出了好几个很有意思 也很有意义的point 我想稍微整理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 其实都是在一个争战当中 我们虽然要戴口罩来防毒 但是我们更要穿起属灵的全副军装 白抵挡魔鬼的攻击 另外呢 我们要知道病毒其实不可怕 那么真正要害怕的对象 要敬畏的对象 是这位掌管我们身心灵的主 同时呢 我们也要感恩 因为虽然病毒的疫苗还没有出来 但是抗罪的疫苗老早就赐给我们了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还有他的救恩 所以但愿我们都赶快把这个好消息 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非常谢谢大家这段时间 对疫情心情的收看 那今天是我们的完结篇了 虽然疫情没有完全过去 但是我们都可以在疫情当中 学到宝贵的功课 让我们更多明白神的心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愿上帝赐福你们 大家都平安 上帝祝福你们 拜拜 拜拜 愿神祝福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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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